好的 魏力 我们现在看这个题 这个题呢 在这个HSK中 它是比较重要的题 对不对 因为呢 它是给你三个句子 ABC 然后呢 让你呢 根据他们的意思 选择他们正确的顺序 是吧 这个句 这个题呢 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第一 你要明白每个句子的意思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还要知道他们的逻辑关系 所以呢 有点复杂 但是呢 因为考试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得比较快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了提高我们的速度 我们应该比较准确的可以找到句子之间的关系 那你知道我们应该看什么词比较重要吗 这个 因为所以 随着单身 对对对 非常好 那么这样的词呢 我们叫关联词 那么关联词呢 在句子中 它能把两个词 就是两个句子 让它有逻辑关系 所以呢 做这个题的时候 关联词就是我们的关键词 keyword 对不对 对 非常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些关键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好的 比如说 你能不能读一下第一个题